尊重的品味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我叫安格丽娜,今年16岁 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学校 今天我准备的不是一篇稿子 而是一封信 这是一封来自零以够平行宇宙 80岁时的我 写给这个周我自己的一封信 亲爱的我 你正在参加汉语起奥比赛吧 我知道现在的你心里肯定是 15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下的 今年你很辛苦 参加了很多汉语比赛 一步一个脚印的 终于走到了现在 我觉得五年前 你肯定没想到你会成功 甚至有关于中文的梦想 我记得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你的成绩总是很差 发应听力书法什么都不好 但是后来你发现了 汉字原来如此没力 汉语原来如此动听 于是你决定了 要当一名汉语老师 在俄罗斯种下一颗汉语的种子 我记得你每天都起早残黑 报纸中文数不放 一读就是一天 我记得你总是比别人多写好多好多字 因为你一直相信 卢旭旭这说的话 最强的记忆也强不过 最淡的墨水 看梦想有一种强大的魔力 即使很多人不相信你会成功 你也无所畏惧 奋斗的每一个事业业里 你的父母和老师 都在默默地支持着你 看有梦想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它让你像一颗星星一样 一直一直在发光 温暖到让身边的人 想一直爱着你 我知道你总是躺在床上 辗转横侧 今天这样努力却看不到 未来究竟是什么模样 但是我并不想告诉你 你的梦想是否实现了 我想对你说 专梦中文不负韶华 需要富有诗书 七字化的茶器 任您东西南北凤的骨气 我在未来为你加油 加油 加油 起立 同学们好 我学好 请坐